清晨六点多 小黄问奖载着女乘客 星星三重光星街 但驾驶眼角余光瞄道 巷子内一辆机车要转弯出来 问奖按了一声喇叭 但骑士因此心情不美丽 一路跟车 甚至骑到逆向车道 他要干嘛 就为了这声喇叭声 骑士非常不开心 一路是跟车上前 甚至过程中 还拿出一次枪支的东西来 对车内进行恐吓 女乘客吓坏了 家都不想回了 请问奖先把车开到派出所报案 因为行车纠纷旧辆掐 这下待机大雕 警方调用画面以车追人 两个小时内找到了证明 流性骑士 男子记着喊冤 说自己没有改造枪支 那是一把枪支造型的打火机 火焰是红色的啊 网络上确实有贩售不少千奇百怪的造型打火机 但骑士拿出来吓人 哀告恐吓 用这个手枪形状的打火机 然后假装开枪的动作 然后让这个不知情的人 心生畏惧的行为 是有可能构成刑法的恐吓为安罪的 把安医生的警车纠纷 其实没能调失自己的坏心情 拿出枪支造型的赖打吓人 让他嚣张不到两小时 就被警方找上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